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冠宇 今天要访问Eric Lu 陆一轩 Eric本来在2021年的6月8号台北国家音乐厅 6月9号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有两场的钢琴独奏会 因为COVID-19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的两场音乐会全部取消 非常可惜 但是我们谢谢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6月9号音乐会我们会把它改成线上的音乐会 所以今天大家会看到Eric的 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所录制的线上音乐会 那在音乐会的同时我们要访问Eric 那跟他聊一聊他最近尤其他从2018年的Lize 国际钢琴大赛得了冠军 当时他只有21岁 那非常的年轻 之后他开始他的人生的职业演奏下的生涯 那我想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跟他聊一聊从他学习背景 还有他的对音乐的执着跟他准备比赛等等之类 我们就来开始跟他聊一聊 Hi Eric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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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回来台湾 要不要跟大家say hi一下 你好 大家 Hi 好 那会会很快的跟大家聊聊你怎么样去学习钢琴 那像你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 看你的履历当中你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老师 那当然有前面有Jonathan 有Robert 那之后有内田光子 吴奇达跟邓蔡山老师 跟大家聊聊 他们四个人对你的影响 还有他们四个人不同的一些风格 对你在现在的演奏上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先讲一下邓蔡山老师 他是这四个人 我跟我最早认识的一个人 我应该十三岁第一次跟他谈 他就是改变了我的我的生活 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他谈小班 第一个写作曲 然后就是他那时候 就是把我整个interpretation 整个就是 就是 kind of like destroyed 就把他改掉就对了 不是就是把他的那个水平太高了 可是你那时候才十三岁啊 对 就真的那时候 就感觉这个 弹钢琴的这个level 可以超这么高 可以超这么高 那时候你会觉得说 哇天啊我练这样 maybe你觉得那时候已经觉得不错 但是 我觉得还ok 我的那个interpretation 我的那个interpretation 对 他的那个声音怎么发 他讲细节讲得非常的 就是 很detail 对很detail 嗯 他的示范都是 都是 就是 Unbelievable 那我请问好 像你看你十三岁就可以跟邓泰山老师学 他也是这个国际这么有名的钢琴家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聊聊 好像我们台湾如果有一个十三岁 他也是一个像这么有天分 而且这么很努力学习的 我想 得到一个好老师的教学真的是很棒 邓泰山老师对你的影响 就是我那时候 每 差不多 会 争取每个月 我们 我跟我们的 我的父母 开 我们是住在Boston 然后开 开场去到Montreal ok 他那时候他都住在Montreal 他一直到Montreal 他一直到Montreal OK 然后我们 How long does it take from Boston toMontreal 六个小学 对 那你们要去 have a lesson 然后 Overnight 就是礼拜六 下午 礼拜六早上离开 然后下午跟他上课 通常上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第二天再上 再继续上 对 然后就礼拜天就回去 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好我 真的 对 所以他那时候对我的这个 我的development 非常非常重要 我很多学习的这个 特别我那时候学习的aesthetics 就是musical aesthetics 和technique 和怎么发声音 怎么怎么listen 怎么很有一个sensitive的耳朵 都是他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后来 我越大会走自己的direction 可是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东西 所有的artist 但是他 我还是会偶尔会见见他 上上课 现在如果我去见他 我会待好几天 就是好几个来生意 把你的Rivertop弹给他听 给他给你什么意见 对对对 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 他很好的一个role model 哇 所以我们都会catch up 就是像朋友 是是是 那我想这个邓泰山老师 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因为他其实来台湾很多次 那像我也参加过他很多次的音乐会 像有solo recitals or piano concert concert 我就觉得很棒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 那当然亚洲人能够reach到那种level 真的很棒 对 继续跟你请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像你也得了这么多比赛 而且有很多的经验 我记得2014年到了这个摩斯科 苏尔去参加他们的一个肖邦的比赛 给您青少年的 那2015年有两个比赛的奖 是第一个是在美国的Miami 你也得了一个 那个 Chopin repertoire 然后Piano competition 得了冠军 之后你到了华沙 我们就是很熟悉的那个 肖邦钢琴大赛 你得了第四名 天哪 你那时候才17岁 很年轻喔 我想这个也是他们的history 他们得 Price winner 你算是最年轻的 OK 然后之后你在2017来台湾之前 你在德国比了也是一个比赛 很厉害 得了冠军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你弹ROCK 3 哇那每次你弹完 我都给你在那个电脑前面给你鼓掌 好这个很厉害 之后你来台湾 第一次来台湾表演 然后之后2018年就是得了这个 我们所谓几个很重要 而且是全世界的第一线 就是the highest level 的Piano competition 李兹在英国的钢琴大赛 得了第一名 这个我们大家也聊一下 很多伟大的钢琴家 也得了很多的他们的 那时候的一个名次 那这个整个音乐 就是整个比赛的一个经验 当然把你现在 比赛前到你这个尤其理智之后 你的整个career 跟你的职业演奏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应该不一样了 好可不可以跟我聊一下 当然 我应该就是因为我 15年参加了那些小班比赛 特别是Warsall 的International Showback Competition 我自从那时候 完了我就有机会 谈一些演出 当然我那时候也没有谈太多演出 也不是太多最大的那些演出 可是这个就对我的 development 很重要 有这个stage的experience 也有concert是很不一样的 不能在 就是在 school里面练琴 可以 supplement这个经验 当然 我17岁去了showback Competition 也没有打算 什么也没有 any expectation 就是 纯去那里 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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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信心 除了ambition and more confidence 也会 也会 很重要 这个confidence 是很重要的 当然是 所以我18年就 去了leads 那时候就有点不同了 我还是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谁鼓励你去参加leads 像比如说有很多的比赛 这么多的一线的 嗯 呃 还是我自己 想去 对我自己想去 其实一线 会不会说是他们的repertoire 你觉得跟你很契合 有没有 对 因为一线的这些比赛 可以开始你的career的 其实很少 我应该就是那几个就是 Chopin 然后 Tchaikovsky Leeds 然后 Van Claiborne 然后 Van Elizabeth 其实最后两个也 有点 也 不是一个automatic 所以 只有这几个 嗯 Leeds 当然他的这个history 是 因为那些 赢过这个比赛 和Price winner 那些 新几年的pianist 是我 最favorite的 几个pianist 特别是 Ratulupu Ratulupu Marie Pariah 还有刚才说 那天光子 对 还有我们的 大师 Shit 对 75年他 他还值得了比赛 13年 对 所以这个比赛 Anything can happen Yeah 是 他的这个 aesthetic 就是 musicality 他们 我应该就是 说 Leeds 比赛 特别就是他的priority 就是 音乐 音乐性 他跟 像Tchaikovsky 比赛不一样 那个会 技术 技术 对 你需要一个像Virtuosa 才能赢这个比赛 Leeds 像Ratulupu 和Marie Pariah 这两个大师 他们不是像Virtuosa的这些 不是像钢琴机器一样 他们是the highest level the musician 所以这个比赛当然是对我很attractive 然后也是在英国 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 古典音乐的一个国家 One of the centers 当然 德国也是一个 所以我就去参加 然后自从比赛 Leeds 我的这个 career 整个就变了 我有机会有经纪人 也有 很棒的经纪公司 对 然后 record company 对一个大的 record label Warner 就是以前的 VMI 他们改名字 对 所以 这个就是change 我的life 然后给我这个 机会 真正的在 世界很一流的 城市 城市 和 concert hall 和乐队 可以 可以谈 那 你觉得 譬如说这些很professional career 已经开始 当然比以前更多嘛 你要被schedule to play 在哪一个国家 concert 然后当然开始变得很忙 一定会有压力 因为当一个concert pianist 你要travel a lot around the world 然后 人家对你的这个 要求 不一样 不一样 不是像你以前 像一个学生 学生 然后 每次你的jet lag 你不能说 oh still have jet lag 不行 我就去了三天 maybe两天 三天后就要演奏了 那 这样子现在 你要get used to it and how do you solve the other problems 我也没有一个答案 我只能 你会不会有很多那种时差 譬如说 到另外一个地方 会 我应该算以前 还比现在有点更好 我现在小时差 也没有想三年间这么好 但是就是说 你现在以后 就是要travel in the world 那你就是 对啊 也是很辛苦 所以人家说那个职业演奏家 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你刚才说 我谈就是要把它谈好 人家不会说 啊我因为怎么样 哪里身体不舒服 或是怎么样 any reason 都没有 你也对这个音乐 有个很大的responsibility yes 特别你去这些 这些城市 他们都听过所有的 很大很棒的音乐 所以你 你不能就 就是 我不是一个工作 you have to be the best 那一次 对 不是一个工作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 life 一个responsibility 但你也要 要plan好你的repertoire 怎么 怎么plan 什么时候要弹新的repertoire 什么时候 要一直琢磨 旧的repertoire 因为我也是一个minds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整天谈新的repertoire 谈太多repertoire 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对就是 你没有时间去消化 没有时间 你的quality 就是会更低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fact 所以你 你需要 balance 当然 那个 有一个大的 career 你是需要很多repertoire 特别有很多协助曲 每个乐队都会 要自己的concerto Cyder program 也可以更多flexibility 定 有时候也是 他们会要求 这个 要求那个 但是concerto 就是他们会 会希望你到谈 对 那就是你的repertoire要够 对 我想 没关系 你还算年轻 就是说你现在以后还有 还有时间 对 去你很学 我不想 哦现在怎么样 全部弹 因为如果他们要我就可以 因为如果我 我去弹一个我 没有很熟的曲子 弹得不够好 我也不想去弹 对吧 不弹 不弹 对 你很好的 对 更 familiar 的 更有 experience 的 这些concerto 那我想请问 像你 譬如说 从那个 perpetual career 好 然后那是 算是 比赛完之后 2019年 你算是有很多 这些的表演吗 对 我是2018年 9月份 之后 就很多了 但是 从2020年 这个COVID-19 整个 outbreak global 然后我想从 欧美 那时候台湾还好 因为台湾大家都很 很乖乖的戴口罩 然后用酒精这样子消毒洗手 那大家都很配合 但是当然欧美开始爆发 我想应该有 大爆发 好 好 怎么办 你很多cancel how much percentage of your 应该 95% 95% 95% oh my goodness 那 好 怎么办 你已经开始 你要去 冲这个你的事业 当然 不要说冲 已经开始你的 different world 好 perspective 然后 突然在隔音也没有了 你会不会 anxious 你的anxiety 那你怎么样去克服 当然有时候会 可是我也想就是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是 只是我 不是只有你 bad luck 然后我也刚好 我也有一年 就弹了很多演出 不过我想2019年赢的比赛 那些人 这种事情发生就更不好 更不有运气 我就是一开始去年3月份的时候 我一开始还蛮relief 就是 怎么说 relief 我知道就是放松 就是啊 还好 我可以放松一下吗 我能做很多很多演出 特别那时候3月4月份 有很多大的演出 和不同的rappetorn 一起要弹 然后突然我就 这个压力就没了 我可以放松一下 幸好 幸好 我可以借此放松一下 对 这个covid就是 太久了 然后当然我那时候也 看这个world 心情也不好 这么多人有suffer 去年是一个很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一个一年 对我我就 我就是一直 一直学新的曲子 然后就 有这个mindset就是 不用想演出 只是练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对我 就比我2019年 也讨了这么多演出 这时候对我是觉得 蛮好的很重要的东西 当然 太久了我也miss 在台上演出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 对我很重要的一个感觉 那你知道2020年 譬如说这演出取消 那你又开始去reach一些不同的repetal 一些曲目 对我就 继续练吧 对继续练 就是我 打算明年什么后年练的曲子 我也都开始了 练了一下 当然如果没有演出机会 这个曲子 不可能进入一个next level 因为你一定需要stage 台上的经验 而且其实才可以更提高 这样说就是练的曲目 当你全部都觉得很好 就是要最后要get on the stage and perform 这个是最后一种complete package 对对对对 我想这个很重要 可是你不能马上到stage上 你一定要这个work 的process很足够 当然很足够 很足够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演出的 所有的musicians 的一个balance 的struggle 因为如果太多演出 你就也没有时间练上stage 然后你也没想好 你就只会perform 然后特别你很多的decision 就会更去 那你现在譬如说 你在另一个新曲子 你要经过真的get on the stage 你之前还有没有做什么样子的一些方式 prior to the real performance 我也没有什么方式 每一个曲子 每一个journey 都不同 不一样 对 反正就是不能太跨 就对 你就要非常的很按部就班 对对对 好 那你说2020年也休息了一段时间 但欧美因为有打疫苗 其实 之后你就会 渐渐欧美他们要reopen the council hall 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表演 我希望你未来在这个 欧美的一些表演 能够再继续下去 因为我想这个只是可能 当然希望 只是2020 跟2021年的 是一个过度期的希望 希望 对好 那像你这次回来 因为你回来之前 我们要跟你讲说 你要回来一个月at least 因为有21天 三个礼拜的一些quarantine 跟自主健康管理 之后你有concert 然后你等下要做一些大师班 要跟很多的台湾的朋友 尤其学生 分享你非常宝贵的经验 你回来了 也开始quarantine的 应该第几天 第二天 第二天 我记得很熟 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台湾就开始有一些 那些cases 那当然我们也要去面对它 结果最后要到level 3 那些prevention measures 到level 3 那只好你的音乐会cancel 你的心情怎么样 嗯 我也就是 当然我是很失望 可是我也已经很used to it 一定失望的嘛 对 因为我本来 我也 是21天很苦 可是我是非常 非常 对我很值得来台湾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很喜欢在这里 很多朋友 谢谢你 有家人 吃的好 吃很多好的东西 然后也是一个 因为 我一直在美国 欧洲 也它还有 COVID是更大的问题 然后我本来是可以 来这里就是 一个没有COVID的音乐 对啊 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2020年中 台湾是完全可以有 全家庭 对 自然的就是 对 还是有音乐会的 还好我来也不能 避免这个问题 不用 不要太沮丧 这frustrating 因为那一段时间 大家 concert都可以 我知道 就像有一些 也是很有名的 钢琴家 小笛琴家 他们都可以 所以也不是 就是happen on only you 那 好那就是你 回来台湾 也刚刚好 你就是 你也 解除歌语之后 你有没有机会 跟 台湾的relatives 见过 见一下 也有 Corentine 管安国有 很棒很棒 那好 那因为像这一次 也很谢谢我们的 那个 支持的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他们说 哇 已经回来Corentine了 那 虽然音乐会 不能演出 但是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那 我们就来这个 plan 这个project 就是让你 录下来 然后 put a line 然后 在我们 我们会 未来会播出 我觉得真的 让更多的 喜欢你的 台湾的朋友 跟一些 年轻的 一些学习者 他们可以 看到你的 表演很棒 好 那 这次你的音乐会 就是online concert 你的program 是要弹全部 Shubert 像你这次 这个live concert 是在台南 文化中心表演 那我 希望在你的音乐会 就是录影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个 concel 那个stage 你可以在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 对那个 concel hall的感觉 因为我想 每个concel hall 对一个表演者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 你怎么样 靠那个 hall的acoustics 去怎么样去传 你要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 到时候 请你跟大家分享 你那时候的心情 那也 我觉得你这次回来 这整整一个月 有COVID-19 Quarantine 那从 本来很期待可以谈 又不能谈了 但是又可以做这个concert 那个online concert 我想这个心情是很complex 就很多元 很复杂 那有 就像Shubert 对 哇你想得很好 有hope 那有一点 frustration 又可以做一些project 但在不同的方法 音乐就像Live 就像Live 对 所以就是不要放弃 那继续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好 谢谢 很开心 我想今天大家可以在这个 Enjoy Eric的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跟他聊一聊 那我觉得今天 你看一个大男孩 才23岁 但是他已经有自己 非常很知道要怎么样做的一个 他的人生的规划 跟他对音乐的执着跟努力 我想当一个音乐家 他要花非常多的努力 我们说好了 台上10分钟on the stage 10分钟 but you have to work very hard for 10 more than 10 years more than 20 years 台上10分钟 台下10年光 我想这个大家都听到 尤其当一个职业演奏家 他是非常需要 很努力 很执着 然后不怕困难 不怕超 很大的压力 我们在这里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the future 然后希望未来再带很好的音乐 谢谢 给我们所有台湾的朋友 我们再次感谢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 Fully support 这场线上音乐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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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